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20年 8月13日 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当前WTO规则陷入困境 因此时隔4年将于11月29日召开的 WTO部长级会议颇受关注 他对此次会议抱有很高期待 WTO确实需要达成一个现有的成果 来提振WTO的权威性和信心 所以说4年没有召开 大家都在期待多边 WTO能够给大家疫情重创下的全球经济带来一个惊喜 或者是带来一个新的推动力 WTO还是可以成事的 所以我仍然对他抱有很高的希望 谈及现阶段WTO改革面临的困难 王辉耀指出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 人员的交往互动受到了一些限制 他希望WTO与世界卫生组织结合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疫苗互认 现在我们人员流动基本上是停止了 各部门的官员之间的互动 协商谈判 可能只能通过线上 效率可能就没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这块是不是还可以更多的解放 包括WHO应该颁发世界的 注射过疫苗的护照 据了解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WTO的新任总干事 任命了四位副总干事 分别来自美国 中国 欧盟 有评论认为 拜登政府又回到了多边主义 对此王辉耀表示 那么拜登政府刚上来 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才六个多月 那么在半年的过程中 他就是说 还在形成他的整体的对华的战略 我觉得他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中 他当然已经有了一些 比如说结盟 包括很多印太 包括他跟北约的峰会等等 他有一系列的 出了一系列的招 但是我觉得他仍然还在这个过程中 特别是他的贸易 经济证识 我觉得还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 这个贸易啊 这个关税啊 他可能还没有放到他最重要的位置上 因为对他来着耽误自己 是解决这个疫情下的深层问题 和美国经济不要垮掉的问题 2021年12月11号 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第20个年头 20年来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接近30% 中国入市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共赢 谈及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逆流 中国未来应在世贸组织中 发挥哪些作用时 王辉耀表示 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更进一步的 这个改革开放 需要要更高 更大 更全面的这个开放 因为我们从开放中尝到了甜头 我们开放了 我们就强起来富起来 然后我们开放 我们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成为全世界经济第二 而且我们很可能再过一些年 我们就成为第一 我觉得WTO 中国加入20年这个契机 中国能不能发挥一些领导力 发挥一些推动力 发挥一些世界的引领力 让WTO重建它的权威 重建它的权威性 王辉耀表示 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是130多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 他认为 中国完全可以展现新的领导 合作与协商能力 与欧盟 美国共同推动未来世界贸易的发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